台湾一年消費的茶葉大概有4萬5千公斷以上 其中紅茶佔有1萬2千公斷 總產值約有251新台幣 近年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葉改良場積極投入紅茶性品種的選擇 還有它的製茶技術改良 已經成功餘生11個適合製造紅茶的優良品種 其中台差18號紅綠跟台差21號營運是近年來最受消費者歡迎的茶樹品種 台差18號紅綠經過48年的選擇 在1999年的時候命名通過 它的副本源自於台灣野生三茶 製成的紅茶滋味醇厚 具有肉桂或薄荷香酒精酒帶靠 台差21號紅綠歷經40年的選擇 於2008年推廣命名 是少數帶有濃郁花果香的紅茶整體 大量推廣後 勢必能與大陸的奇妙紅茶 以及大季的紅茶相互媲美 成為世界最出名的紅茶品種 台灣主要栽種的小一種茶樹 在春季秋季以及冬季 大部分是採摘來製作包種茶 或者烏龍茶 那夏季如果把它製成包種茶 那它的茶湯的滋味會變得比較苦澀 香氣也不夠輕氧 所以茶農大致上不產生 有氧治條培養素質 但相對的紅茶則以夏季的這個茶清原料 來製成的品質表現最佳 因此本廠配合茶樹的優良品種的改良 以及製茶技術 也不斷地研發跟創新 那其中優質工夫紅茶 是今年最重要的一個研究的成果 那工夫紅茶是利用夏茶秋茶 小一種的茶清原料來製作 那著重在一星惡夜的採摘方式 並將完整的茶清 經過尾雕、裸粘、解塊、發酵 以及乾燥等工序精細的製作 充分發揮茶清的利用價值 所以製成的茶葉沖泡以後 水色非常的豐厭、明亮 帶有甜香或清新花香 以及甘醇濃稠的一個口感 可以說是替台灣紅茶賦予了新的生命 九二一正在以後 茶葉改良廠會附出台灣的地方茶產業 所以積極輔導南投縣魚池鄉 紅茶產業的這個製造 轉型 那魚池鄉這個茶區 雨量非常的充沛 長年雲污繚繞 溫暖濕 而且土層非常的深厚 這些天然優越的地理條件 孕育出了這個優質的紅茶 在正在以後 除了導入優良的茶素品種以外 那也加上經過七十多年來 紅茶的栽培管理 及製造技術的一個引進 那茶葉改良廠協助茶農 由量產茶葉的廠農分離 轉向廠農合一 精緻的茶葉生產製作模式 成功產製了優質工夫紅茶 使日夜潭紅茶成為魚池鄉 提起日夜潭地區高級紅茶的一個代表 茶葉改良廠除了配合魚池地區 紅茶茶素品種及製造技術改良之外 也協助當地改進行銷包裝 行訴當地重要觀光品牌形象 使日夜潭紅茶成為魚池鄉在地的特色產業 並且成為觀光客必備的伴手禮 保證 欠燈 使日夜潺 遊使用 詞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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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